经常的爱生气,爱生闷气的,就会在我们的胸口这里堵着 但是你长期生气呢,你的气一定会治 气质就会血瘀 血瘀的人呢,就会经络不通 然后会手脚冰凉,怕冷 还有一些人会导致失眠 多梦,睡饱觉 然后方案上的企业比较多 像这一种情况呢,我们可以通过疏通谈征来去给他解决 好,关注我,我是五一帐篷 把这个视频呢,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受益 下面呢,我教大家怎么样去来做震弹中 这个位置呢,就是在你的两个胸的正中线 如果经常爱生闷气,用手来按一按 这个地方会痛 有的人轻轻一按就很痛 有的人会有憋气的感觉 那我们就用你的手的掌根 大语剂和小语剂放在这里 按着轻轻的,这样轻轻的上一下 然后去震动它 这样,一 好,做多少呢 最低要做三分钟 因为你做的少了以后呢,它没有透过去 你的气也开不了 那你生气比较久的话 大家可以加时间 加到五分钟以上 好,慢慢去做 你能感受到你的气顺畅开了 有的人坐在后背发冷 有的人呢,坐了以后呢,上面往上走打嗝 或者往下呢,去放屁 然后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当然了,我们把这个气给它做顺了以后呢 那你去对你的身体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像世面东们,长期的生闷气啊 憋气的家人们,一定要把震弹中这个方法去做好 好,大家做这个方法有什么问题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我会为你解答 谢谢